我国今天开始让年过60的国人无需预约或登记就可以到接种中心施打疫苗 有接种中心表示今天前来施打疫苗的年长者人数有所增加 位于丹荣巴格的这家疫苗接种中心 今天下午迎来了多名有意施打疫苗的年长人士 这家在全岛经营15家接种中心的医疗机构表示已经做好准备 应对日后上门接种疫苗人数有所增加的情况 前来咨询的人数增加了 但也有年长者因为身体健康状况等因素无法接种疫苗